速度非常快吧 好 这个服务我们也配置成功了 那下面我们再配一下我们的第三个服务 就是我们的Saba 就是Linux和Windows进行文件共享 进行直接的这样一个共享的方式 这样子配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Windows里面直接访问Linux的目标 我们同样的来进行Saba 我们敲一下Saba 没有这个Saba 所以你要安装一下 它会提示你用Saba4来安装 Saba4 Saba要稍微大一点 在安装过程中要稍微久等一会 我先暂停一下 等它装完了 主要Saba所需要依赖的一些关联的第三方的这些酷太多了 所以安装过程确实比较慢 我这再加上网速比较慢 我这都是10分钟了 OK 经过漫长的等待 我们终于完成了 中间我暂停了很久的时间 因为我在网速比较慢 OK 那么至此的话 我们还是通过我们的 通过我们的Config CheckConfig 来检查一下 这个服务 Saba 有了 对吧 而且处于运行状态 而且处于运行状态 好 那么我们进入到什么呢 进入到我们的ETC下面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跟它相关的一些配置 比方说 LSSaba 这里看 有一个跟它相关的配置 对不对 有一个跟它相关的配置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SMB是它的一个缩写 Saba的一个缩写 没有内容 没有内容 我们可以在这配 也可以不在这配 那我们进入到它相关的一个目录 有这样一个目录 我们进到这个里面来配 好 这里就有内容了 对吧 那么这里面的这些内容 我就不带大家一一解读了 但大家可以通过帮助来看 这个就属于全局的一个命令配置 这就是我们整个全局的配置 全局的配置内容 包括了这些代理 包括大小的文件 如果说你愿意在全局做一些 比方说 这里在注释里面有很多内容 包括是否支持温度储物器等等 还有这个地方Secret模式 这个Secret模式 是指的那个 就是它的访问的加密方式 有user啊 有share啊 如果用user就表示绑定了 我们当前的用户名来加密 这样子我退出一下 退出一下 我们用管理员 用管理员来编辑 那这个user就表示当前的 那么如果说用share 就表示共享的 这个就甚至可以不让它出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当然这个你不配也可以啊 那么下面我们再自定义的再建一个 我们参照下面这个这种建法 你比方这个是打印着的 它是这样子来建 我们参照它这种建法来建啊 OK 我们在这儿 参照它的建法 我建一个sandy comment 就是备注了 就是一个注释 hello sandy pass 这就是共享的路径对吧 共享的路径 我给它共享这个文件夹 然后 bowser bowser 是否允许浏览 read only 是否止读 这个就不需要 对吧 guest OK 是否访客也可以 好我们来试一下 这就是我们配置好的内容 我们再来重新启动一下服务 service samba restart OK 服务重启了 那我们通过Windows共享 直接来访问一下 找一下IP 我对IP老是记不住啊 年纪大了 就不选择去死经贝 192.168.204.141 好 那么就现在就开始等待 速度稍微有点慢 OK 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这里就 是不是就可以访问得到了 证明我们的配置是成功的 对吧 好 那么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那么在这里的话 这几个服务 我只是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 每一个服务非常详细的 它的参数调用 我们并没有来进行详细的讲解 那么大家下来 自己去通过学习 去帮助 因为这类的服务程序太多了 我这里就不一一的讲解 我认为大家需要自己去学会 看帮助 或者去学习 这些服务配置的详细的一些参数 这也是大家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 我们在这里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重要的 还是通过这几个例子来讲解我们的服务程序的安装和配置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刻的一个内容 我们再来回顾了一下 主要是重点要了解我们 meat过程的初始化的这样一个流程 特别是在我们的Ubuntu下面 不要跟那个Red Hat那样人云亦云 网上的文章我告诉大家全部是抄的 所以大家自己下来可以自己继续详细的跟踪 那在这一块 我没有带大家走得很深 这个源于我们现在是属于我们正讲这个课程的初级的初级阶段 所以讲到相应的时候 我会逐渐给加深它的这个深度 好 那么下来大家把这个课程整个给演练一遍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